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美军在这次环太平洋军演当中 对中国亮出了一个很家伙 应该是标准6的舰载防空导弹空射版本 这个就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射程最远的空对空导弹 这个瞄准的就是猎杀中国的预警机架游机 实际和咱们这个霹雳时期是类似 但是它一个距离射程应该是没有霹雳时期远 是一个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下边挂了一枚空对空导弹 应该是有多架超级大黄蜂其实都带这种导弹 这次参加剧演的 实际它的整个的就是实战模拟与中方的这种对抗 具体的印的编号叫NAIM-174B 它具体的型号应该是AIM-174B空对空导弹 对吧 前面的N代表导弹是被用于特殊测试 弹体前部有蓝色的一个细条 看到吧 一个蓝色的条 这个表明它是惰性训练弹 说白了就是这个就中国一样 中国现在这个但凡是蓝色弹体的 基本都是训练弹 不是真的 而这个实弹中国是白的全白色的 美军实弹它那条线不是蓝色是黄色 这个弹体中心部位 这个黑黄色标记 也非常明确了 它就是个测试 实验用的 AIM-174B空对空导弹是美国舰载机 这个专门研制的这个标准6防空导弹 改进的 标准6防空导弹基础改进的 这个标准6的射程是应该超过了300公里 用于对远程的空中目标 包括末端的导弹进行拦截 理论上是具备拦截高超运速导弹能力的 尽管这个AIM-174B空对空导弹是为舰载机挂载 说它取消了这个助推器 从这个高空高速战斗机 然后从空中就可以发射 就能使它的射程更远 那也就意味着AIM-174B能够在空中直接拦截这个微信目标 舰载机的半径再加导弹半径 是吧 射程对吧 这就是它的现在能打击范围 咱们说美军的航母应该是在中国1500公里外 1500公里外 那它在启动舰载机 然后也就是说这个舰载机作然半径 对吧 也就是600 那么再加上它350 也就是1000公里 那就是说它这个舰载机应该是在1000公里左右 可以打击对方 这种射程是远远超过了美军现役的AM-120中具空弹 甚至可能是超过了AM-260 超级大王峰和AM-174B远程空弹 三年前就被发现了 当时是涂着一个应该是橙色的一个实验涂装 而且美国海军是没有正式的承认这种弹 现在已经由美国海军的舰载机正式挂载了 就说这个成功了 而且采用据看标准的灰色涂装 表明它已经是具备作战能力了 中国正在部署自己的远程空对空导弹 那就说美国海军装备这种弹 实际就是要对付中国 比如美国空军使用的AM-174B 可以在极远距离就对付中国的预警机 侦察机 包括海上的巡逻机 空中加油机 战略轰炸机 对抗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 咱们讲过这1000公里 航母也就在1500公里外 那就说它是能抵近中国大陆附近500公里 最多500公里 中国大陆向东500公里这个区域 只有台湾外海这个地带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 它可以建立一个控制区 或者叫进行区 进飞区 标准6的导弹 可以用于打击地面或水上目标 因此AM-174B导弹 或许是继承这种特点 对于飞行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的对手的防御 现在还是比较难的 总的来说 它的主要的防御措施 只能是密集的布置用防空档案 所以据说它是在环台方军案中 是要进行实弹设计的 可能表示它这次绝不是演 就是实际的跟中国来一次 实大实的来一次 向盟友展示实力 可能就是要用它来击沉美军的 还记得吧 那个4万吨级的两极空间 咱们介绍过 就是由AM-174B 来美军舰载机发射 实际用整个过程来模拟 那就是攻击中国的两极空间 或者是中国航母 或许这个导弹 就是借这个机会 自己彻底的亮明身份 让全世界都知道 后续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美军现在已经装备了 对吧 我们现在就得面临这个威胁 我们得看怎么应对 对于未来与中国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威胁 这个弹开是极其重要 美军预计 和中国一样 它都和中国一样 就是搞远程的 咱们说这种杀射链 全部都是远程的 中国现在也是1500公里 东风导弹 美军也是1000公里以外 就是用这种 这个AM174B 在远程就开始给你打 每枚吹的很厉害 但是这个弹 有无奈 咱们看 它是由标准6改的 它为什么不自己研发 单独研发一款 它怎么就拿标准6改 它原本是标准6 对吧 箭载的那种防空导弹 这种箭载的体积和重量 肯定是大个的 箭载 据说它重量能达到1.5吨 全长是6.6米 那也就意味着 它没法向F35给 内置弹舱给带 它只能外挂 所以说由大黄蜂 对吧 也就是说它没有隐身性 你带这么大弹 你想想你的隐身性 就美国人自己都评估 即便是这个弹拆熟的助推器 长度缩短2米 那么也就是说重量降800公斤左右 仍然是已经超过了其他的远程空弹 是远远超过的 美军的主力AM120空弹射程是70公里 重量是140公斤 俄罗斯的R37M虽然笨重 但是它重量也只有500公斤 你看500公斤左右 射程是400公斤 比美国都强太多了 那这个AM174B 这个最讽刺的是什么呢 它是笨拙的外形 和美军冷战时期搞的一个不死鸟 AIM54不死鸟 它是不死鸟重量是466公斤 美国海军现在在超远程导弹方面 实际是回旋了 当年搞的不死鸟 54重量只有466 现在你搞了一个1.5吨东西 你这是往回找吧 好不如以前冷战时期那个东西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不死鸟改呢 咱们很多人都得问 你为什么不用不死鸟改 可能性能不如 现在这个标准量 对吧 标准量毕竟是有一些数据链系统 跟现在这个F16 能够连接的 面对中国和洛斯 现在相继推出 这些射程都超300公里了 中国那个奔600 那这种空空导弹 这个美国人现在显然落后